吃早餐啦 我老公点了一个西式早餐 我点了一个应该是菲律宾这边的食物吧 但是我的并不是很好吃 我吃不太惯 吃完饭之后 酒店帮我们预约了摩托车来接我们 去看大瀑布 外面的摩托车只能到瀑布下面就不能进去了 然后要换瀑布那边专门接待的摩托车送你上去 速度超级快 但我们体验了一把速度母机器 连我老公都感觉他要飞出去了 瀑布的水超级超级冷 我不敢下去 就我老公下去了 他也觉得说非常冷 酒店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说 因为这个瀑布的水不是很大 所以你站在下面就像按摩一样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老公就特意过去体验了一把 你在那里 你看看你感觉很冷 很冷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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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完了之后就在门口这边排队 然后有摩托车接我们回去 这个摩托车真的是我做过最刺激的 看起来有冰淇淋的 不错 好吃 我已经拿了一碗 我要用水冰淇淋 一边吃着雪糕 一边欣赏着美景 听着大海的声音 好舒服吧 怎么办 已经不想走了 更不想回家了 我点的应该是菲律宾这边的一个美食 然后我老公点的是 阿福利豆奶油意大利面 炒饭也很好吃 都非常好吃 剪视频的时候我又流口水了 这几天住在这个酒店 然后所有的行程都是跟酒店预定的 服务人员都非常好 谢谢他们 之后我们又要坐大巴去市务市区了 又是四个小时的车程 耶 到我们的酒店了 看看我们的小房间 明天会去素市区逛逛 期待我们的City Walk 我们来看美食 然后我们来看美食 我们来看美食 我们来看美食 那么多 小时来这里 一下 我们来看美食